晚清三劫 曾国藩 左宗棠 彭玉玲全传 作者 徐哲深 第六十回 昭良朱能堡尸体 热心力未述暗情 天皇洪秀泉在那未死之前 忽觉满身的精力 反而旺壮起来 其实 徐后 陈小娟 后妃等等 都以徐娘年华 平时又是逃洒空的 当然不是天皇对手 大家证你败这儿逃得当口 抖见天皇突然满头大汗 双颊呼尔红韵 徐后一见天皇这般神色 很高兴地笑问道 万岁今天怎么如此饶涌 妾等伟师有些难以支持 天皇正在答话 不知怎么一来 侯馆突起弹声 跟着双目一臂 喷轰一声 倒过地上去了 那时徐后等人 还不知道 天皇已经脱阳而死 只当偶尔失足 大家赶忙围了拢去一看 只见天皇的身子早已崩崩硬了 大家至此 这一下还当了得 顿时狂哭大叫 闹得不知可否 可巧中王李秀成 英王陈玉成两个 因为军情大势 要与天皇当面取决 好容易地想了法子 方能越过曾国权的大营 进了南京 所以一到宫中 那里还等得及邮人通报 急着走到内宫门口 忽悠听得 里面抖起一片哭声 陈二人 此时还未知道 天皇有了不幸 只当天皇又在处置那些不能遵奉御旨的嫔妃 所以不带传报 二人 就一脚奔了进去 等得进去 一眼瞧见天皇一丝不挂 只挺挺地躺在地上 所有一房间的后妃 个个也是赤身露体 形状真叫恶劣 正想连连退出 就见徐飞已再和他们两个哭着说道 中王爷 英王爷 你们二位快看我们万岁 是否已经驾崩 李晨二人一听此话 早已吓得心胆俱碎 浑身发抖 如飞地奔到天皇面前 仔细一看 更是连话也不及答复徐后 急急一同扑的一声 跪至地上 抱着天皇的龙体 放声大哭道 陛下 皇兄 你老人家怎么一句遗嘱都没有 就此丢下臣弟等等的归天去了 李晨二人 一面哭着 一面忙又问徐后道 万岁如此形状 就是什么病症 徐后见问 只好红了脸的眼面答道 万岁吩咐 要开无遮大会 我们怎敢不遵 谁知陡然弃绝 连我等 还当万岁没有驾崩呢 英王陈玉成的性子 最早 他就突出翻眼珠子 历声地责问徐后 臣 吉尔菲道 这样说来 万岁的驾崩 你们都有大罪 陈玉成的罪子刚刚离嘴 忽向左右遗忘 傅佑大声地喝道 快把众人拿下 李秀成赶忙乱摇 起手地阻止道 英王不可乱来 天皇既已驾崩 人死 不能复生 伴罪之事尚小 关于镇定全军的事情 才大 现在只有集其所及 缓其所缓 李秀成说道此地 便对徐后 吉妃 陈妃 以及众妃等人 一起说道 快快 先把万岁的龙体遮住 你们大家 也得赶紧穿上衣服 我要召集各位 王爷进来 商量大事 徐后等人 一听此话 方才想到 大家督赤体 连忙吩咐公俄才女 拿了一幅 绣着黄龙的被单 盖在红袖裙的身上 大家使去穿上凤袍 等得他们穿好出来 李秀成已将众位王爷找到 徐后抬头一看 只见到来的几位王爷是 红仁发 红仁达 赖汉英 罗大纲 秦日纲 陈开 赖文红 吴汝孝 古匠贤 陈世章 吉安锦几个 众位王爷 正在抱着天皇 失守痛哭之际 呼见徐后到来 都忙照例行礼 行礼之后 李秀成方及锦咒双眉地问着大家道 天皇大哥 既已验驾 依我之意 只好暂时逆丧几天 等我布置好了 那时再行发丧 并请右主扶天太子登位 否则军心一散 南京城内 南宝没有官兵奸细 躺一闹出县城等等之事出来 我们大家 便没葬身之地了呢 大家听说 一气忙不迭地达到 忠王言之有理 我们对于这件大事 急切之间 却没主张 只有西听忠王主持 以安邦嫁 李秀成听了 又问徐后等人道 后嫂以及各位皇妃的意思怎样 徐后道 我们都是女流 只听忠王办理 李秀成道 这末我们快快退出 就将此宫封锁起来 陈玉成忙摇手道 且慢 今天已是四月二十七了 天气炎热 恐怕天皇的龙体有变 李秀成便问徐后道 黄嫂 我知万岁有颗大珠 曾经得珠此间一味巨身 据说这颗珠子 就是古时燕昭王的昭良珠 只要此珠放在万岁的身旁 极不碍事 徐后听说 盲问吉飞道 这颗珠子 万岁不是赐了贵妃了吗 吉飞点点头道 是的 让我就去取来 等着取道 大家一见那颗珠子 约有胡桃大小 非但光阴夺目 真的寒气嗖嗖 李秀成接过珠子 放在天皇的侧边 便同大家一起走出 封锁宫门 徐后吉安的恳求李秀成道 中王爷 方才英王怪着我们 本是正礼 但是此等笑话 闹了出去 四余万岁爷的圣德有泪 可否求着中王爷劝劝英王爷 不必追究此事 李秀成点点道 此事万万不能闹僵出去 黄嫂放心 不过幼主这人 现是国家根本 黄嫂和各位贵妃 需得好好照应 徐后连连答应 李秀成吉同大从出了皇宫 正你自去布置军事 不妨兜头 遇见红宣椒匆匆走来 一见大众 突然放声大哭地说道 天皇已经驾崩 你们为何瞒我 李秀成急忙 把红宣椒拉到一边 悄悄地告知一切 红宣椒虽然连连忍住哭声 岂知已被闲人听见了去 当下一传时 十传百的不到半天 满城百姓无不知道 那时 李秀成已经回到他的府中 有人报知此事 李秀成急得跺脚地连连地说道 宣椒物事 宣椒物事 李秀成说了这句 急又奔进宫去 一面赶紧发丧 一见 就利诱主红福田即位 幸亏李秀成这样一办 总算惜了谣言 这莫红宣椒的死性 红宣椒又为在场 在场之人 已由李秀成吩咐严守秘密 当然没人宣布 怎么红宣椒又会知道的呢 原来红宣椒自从那了傅善祥上的调臣 立了童子军之后 倒也爽爽快快地乐了几年 后来忽悠厌烦起来 便将那座童子军统统解散 又去和那天皇的一个鸾童 名叫朱美颜的打得火热 朱美颜虽被红宣椒看中 但是天皇那儿不能不去应谋 既在那儿应谋 天皇驾崩 他岂不知 他一知道 急去报告红宣椒之道 至于后来李秀成主张逆桑不发的事情 他却没有听见 后来 还算李秀成上有极致 一见外边已经知道 所以马上集请幼主红宣椒登位 那时的红宣椒 仅只一十三岁 尚是一个孩子 小的甚是 一切朝政 都有李秀成一个人主持 乃至那个红人发 本是一个草包 一见李秀成主持朝政 还要吃醋心中 只是去和李秀成捣旋 尤窥宫内有那徐后 应该李秀成不咎他们之事 处处佐坦秀成 宫外的那个英王陈玉成 也知李秀成是个晴天之柱 此时再不保全李秀成 一座天国 不必官兵攻入 恐怕自己也会倒了 因此 凡于红人发在和李秀成为难的时候 他急挺身而出 指着红人发痛骂道 天国是姓红的 不是姓李的 也不是我姓陈的 你再这样的瞎闹下去 天皇大哥 真在阴间大哭呢 红人发的为人 真好说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了 独独看见这只四眼狗 总算稍稍有些巨蛋 当时见陈玉成如此说法 方才无言而退 李秀成虽然不再被那红人发所拱 可是又被曾国全所拱 原来曾国全自败浙江巡抚之后 英敢朝廷破格路用之恩 凭他良心 真的只想历破南京 方是说得过去 因此 日日夜夜的同了里程点 萧福四几个 绝技用着挖掘地道的法子 去破南京 一天正在和李肖良的商量军务的当口 忽见湖北送到疑信 拿到手中一看 方知是刘炳章写给他的 赶忙拆开 直接写着是 元帅勋剑 左与闭门人徐姓林深夜谈天 忽见窗外突然一亮 急邪姓林出世 使之天空一颗巨星 四府报岁 当时据姓林言 此星报岁 必应现今一位大人物身上 帝集破渠袖瞻一挂 据说此星 应在发逆红袖全身上 姓林 每战必有奇艳 特此先寒报之 即就近迅速查明 若果硬挂 亦朝廷之洪府也 帝邪姓林驻军厄省 转瞬数年 官帅与润帅 极为相得 此间近岁以来 尚无大战 帝蒙天恩 简为江西不正私使 不胜惶恐之志 该缺献用沈宝珍连访奸属 地上无意道任也 直视开府浙江 恐亦亦是不去道任 精灵不破 地语直视 由不能安枕也 匆匆奉闻 其不识赐教为姓 再者 姓林之六第七帝 一名春发自御灵 一名春燕自孝林 此次灵州客户 比贤昆寄之功不少 姓林之义 你令二帝在即带去定省之劳 而太夫人 又为才德坚权之人 不忍应去一己侍奉之私 埋没其贤郎之功名大事 折劝其贤郎附尊处投孝 预体 孝林二世 本喜立功将场 众以乃凶之主 不敢为命 寄奉辞命 似在跃跃欲试 姓林左右为难 托地转求直视 如比二帝果来投孝 勿起善言浅去 此为釜底抽薪之法 姓林甚至畏居二帝 果欲立功于国 取愿回籍弑母 凡为仁子者 肆意不能全体尽忠于国 而致辞亲于不顾也 姓林既发此论 取乃能说能行之人 姓林果回元吉 则地之同吴婉之在 不知所适宜 专此拜肯 顺颂申安 曾国全看完之后 疾命密探潜入南京 打听消息 集结回报国有其事 连忙回信去给刘炳章 信中大义 约分三是 第一件是徐氏昆继如去投孝 准定善言浅去 第二件是报之洪秀全国死 转达光胡二帅 乘机扑灭其外省之羽翼 第三件是 无论如何 要借徐春荣一用 又说 徐氏不予援助 只有揍掉 刘炳章接到那信 只好力劝他的门声 不好再是推脱 徐春荣支支曾国藩 曾真干 曾国全兄弟三人 早有借他一用之事 继位国事 不好不予 当下级别乃师 一脚来到曾国全的大营 曾国全一见徐氏到来 真比他败这府之命 还要高兴万倍 当天就整整的谈上一天 又连着谈上一夜 后来曾国全说到军务的时候 方使问道 现在红密已毙 其子福天父己为位 百足之虫 死而不将 信翁之意 若要速破南京 就以合法为妙 徐春荣见问 不假思索 应声答道 只有绝通地道 较有把握 曾国全喜的机场地说道 英雄之见相同 这句古话 一点不错 兄弟不满老星翁说 此事已经办到九分九了 徐春荣微笑道 既已办了 那就更好 直到还有一个意见 曾国全听说 赶忙把他的椅子挪进一步道 信翁有何意见 快请发表 兄弟对于朝廷 继父此则 自然望着南京 早破一天好一天的 徐春荣道 敌方的军事 现由伪中王李秀成主持 此人的军事学问 并不亚于那个前江 还有四眼狗 罗大刚 秦日刚 赖文宏 赖汉英几个 都是从广西发难的人物 屡经大战 却是有些饶涌 四眼狗这人 只有大帅手下的那位李晨点总 正可以对付 徐春荣说到此处 忽将眼睛四面一望 曾国全已知其意 盲接口道 信翁有甚机密说话 只管请讲 此地没有什么外人 徐春荣听说 方才低声说道 直到知道 李总阵手下有个参将 名叫福良 他本是发军那边投降过来的 此人心术不良 请大帅迅速通知李总阵一声 切以防备 曾国全不待徐春荣说完 忽现一惊 盲又镇定下来 笑着问道 信翁像在湖北 今天才到此地 何以知道李晨点手下有这个幸福的人 又何以知道 幸福的 对于李晨点有所不利 这真实我不懂 徐春荣笑上一笑道 直到烧之文王卦 美于无事之计 便将现在带大兵的人物 常常在战吉凶 至于幸福的事情 也无非从卦词上瞧出来的罢了 曾国全听完 即将他的舌头一伸道 信翁 你的文王卦 真正可以吓死人也 那个幸福的坏蛋 果然要想谋害李晨点 昨天晚上 方被李晨点拿着把柄 奔来秉治兄弟 兄弟 已经把他正了法了 徐春荣笑道 这倒是直到报告迟了一天了 早该在半途之中 拆人前来报告的 曾国全听见徐春荣在说笑话 便也大笑道 姓翁 你的大才 笛生家兄 真干先兄 以及少全 春庭 雪晴 哪一个人不钦佩的你要死 当年的诸葛武侯 想也不过耳 徐春荣正在谦逊 忽见一个哥士哈报进来道 彭玉玲彭大人道了 曾国全听说大喜道 快请 快请 急至彭玉玲走入 曾国全一把捏着彭玉玲的双手 又用眼睛望了徐春荣一眼道 雪晴 你知道这位是谁 彭玉玲摇摇头道 这位道未见过 曾国全一面放手 一面又大笑起来道 雪晴 这位便是善补文王大卦 刘仲良 当他是为神仙看待的徐姓林观察 彭玉玲不带曾国全说完 忙去向着徐春荣一一道地地说道 徐姓翁 你真正把人想死也 徐春荣忙不迭地还礼道 直到何人 竟蒙诸位大人如此青睐 曾国全道 快快坐下 我们先谈正经 等的个人坐下 曾国全盲问彭玉玲道 雪晴远道来此 你可知道洪贼秀全 夜已受了天诛了吗 彭玉玲接口道 小职是到此地 方才知道的 小职此来 应有一条小计 要请老师书采纳 曾国全盲问什么妙计 彭玉玲道 从前伪中王李秀成 用了绝通地道之计 轰悔入河县城 小职因私鸿贼占据精灵城池 已有十二年之久 何不及以其人之道 还至其人之身的呢 徐春荣笑着接口道 大人高见 竟与元帅同心 彭玉玲不等徐春荣往下再说 急问曾国全道 莫非老师书已经办了不成 曾国全点点头道 已经觉得差不多了 彭玉玲道 既然如此 小职现已带了一千艘的炮船来此 打算交于老师书 小职明天就要回去 曾国全听说便跳了起来道 我正带专人前去 请你来此帮忙 这场大战 权杖大家 助我才好 曾国全说到此地 忽然气哄哄地说道 雪晴 你看少全可恶不可恶 我以三次攻势给他 他只推说自顾不慌 不能奋兵来此 彭玉玲听说 微笑一笑 没有言语 曾国全也不在意 又对徐春荣说道 兄弟要请姓翁担任帮办军务之职 明开马上奏派 姓翁不可推却 徐春荣慌忙站了起来辞谢道 直到不敢担任这个帮办军务的名义 直到不瞒大帅说 一经奏派 将来便得奏请消差 反而啰嗦 直到疑似大局烧尽 马上就要奉请中养的 彭玉玲接口道 姓翁不爱做官 倒与兄弟的脾气相同 无奈圣恩高后 上次放了晚府 兄弟再三拖了我那老师 奏请收回成命 谁知皇上 又将兄弟放了长江提督 并准专折做事 兄弟打算 且等南京攻下 再行奏请开缺 曾国全应见到玉玲 也在附和徐春荣 便不再说 彭玉玲忽然想着一事 便对曾国全笑着道 小植素来虽然不喜做官 却是罪恨贪官污吏 去年年底 忽有婆阳阳县名副臣氏 去到小植那里告状 说是他与某岁嫁与同县名人叶佐恩为妻 不久生下一子 取名福来 后来叶佐恩并末 一夫又生一子 取名福德 四英家平不能守劫 负罪同县名人 严陌生为婿 同居五年 相安无事 四以叶佐恩的住宅 典器已满 该宅即为原主熟去 严陌生 岁邪臣氏邪二子 另觅住宅 于东门湖上 严陌生 仁仲叶佐恩所一之田二母 以养一妻二子 其时福来业已九岁 乃由严陌生 商德臣氏同意 将福来送至坑夏村 徐茂拐子家里学习裁缝 每年有点心钱 三千四百文 给予福来 又过数年 严陌生又将福德送至 坑夏村 刘光玉家中木牛 坑夏村距离岩家 所居的东门湖地方 约四十里 次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严陌生亲至坑夏村 接福来 福德二子回家杜碎 二十六的大早 福来背着蓝布口袋一只 内称杨钱一元 指钱二千文 福德背着白布口袋一只 内称百米一斗 行至看上亭地方 忽然天下大雨 严陌生又发病急 便知庭内烧气 是与雷细毛其人 担着两只裸蛋而至 雷细毛本是坑夏村刘世家中的仆人 那天也由刘世家中回家 故此同路 严陌生因和雷细毛之家 和他所居相近 乃对雷细毛说道 我发痰病 此刻不能走路 我想命二子同着老兄先走 我要再次多起一起 稍好一点 随后赶来 雷细毛自然满口应墨 严陌生急命二子 将那蓝白两只布袋 置诸雷细毛的裸蛋之内 彭玉林刚刚说到此地 呼见天上 抖起一根红光 不绝一下 正是 无端偶数成终事 有意虚光挂上词不知 这片红光 究是何物 且跃下文